這個雲水啊就會順著這個通貨 然後排到我們的一宮裡去 那當時的台上就說這裡天井是一個聚財的象徵 因為水網低處流嘛 這裡就是稅額財庫 那後來呢 到了後來到新宿市場 他們參觀來這邊經營控 他們參觀後來這裡就是做一些心情 那據說這裡前有工工一根土地工 就保佑市場大家生意金融 那其實因為後來就是這裡 我剛有講到他陸入了一點後 土地工就被擠出去了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看到外面的話 外面那個綠色牆壁那邊 又有一根土地工這樣擠出去了這樣子 那這邊天井呢就是我們漂亮的打卡地點 大家待會啊 一個人每個人 去都來這邊把個人搭輪到喔 這個是紅打卡聚貝景點 他們在開設的那個單體 他們在用衣服 對 外面在開 所以這個建築物是拔自己的建築物 對 就幹好的 對 我只是做一些就是中空地區版的設計這樣 好 然後問大家一個問題 好 來 為什麼這手把這麼低 有沒有看到他的手把很低對不對 沒有 建擠過 他會滿開就要一下 對啊 各種跟其事 是不是 很深刻 他日本紙袋的時候蓋倒 日本蓋倒他們都要經的 有這樣的說法 說是不是他們比較 但是現在他們變得比我們高 不過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利用設計去改定一個人的行為 因为你要开门的话 你就会 还要翻腰 看起来就非常的恭敬 还有一种酒壶的设计 他故意设计的尾巴非常瘦 你要试一只手拿着的话会吹下去 脚会逼下去 所以那就需要你两只手去扶 扶着酒壶的话去帮你倒脚 看起来是非常恭敬 这就是用设计去改变你的行为 好 好